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继会的副董事长徐泽玉律师 今天要在线上跟各位报告 长期照顾服务并行化契约因记载 吉普的记载事项 第一个就是契约里面要明定契约审月期 在长期照顾服务的定型化契约 三个契约都是规定 契约审月期是至少三日 有的消费者或者是业者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或者是说我的家人 我的长辈就必须要接受这个长照服务 没有办法等三天以后再签约 其实是不存在这样的疑虑 所谓的消费者审月期三日指的是 消费者必须要事前有三天以上的期间 能够审月契约的内容 那么如果说消费者在收到契约的时候 已经审月完毕 那么消费者可以在契约上签名 表示说我已经审月完毕 并不代表说一定要三天之后才能签契约 才能够由业者提供服务 第二个是长照机构的重要资讯必须要揭露 长照机构因为是由主管机关 卫福部所特许成立的 只要是合法设立的长照机构 卫福部主管机关都会给予一个设立许可证书 那么业者必须要把设立许可证书 还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的证明 收费标准服务项目服务使用须知 还有争议处理机制等重要资讯都要揭示 都要在他的营业场所要公告 那么费用的部分消费者或者是业者 如果终止契约业者必须要在七个工作日之内 把消费者已经先预缴的费用 扣除已经使用的天数比例的退还给消费者 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受照顾者 长辈在长照机构里面 因为年岁大或者是因病过世 这个时候长照机构是可以通知消费者 在12个小时之内把受照顾者的遗体取回 受照顾者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些日用的物品 可以通知签约者在30日内来取回 以上就是我针对于本月的主题 就是长照企业有规范 权益保障更周全做的一个报告 谢谢各位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